這版本當中刷野速度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是 所以變成說前期阿鳳的刷野 就是他如果在刷野跟GANK的選擇上面 反而是GANK比較多 然後GANK失誤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被Huxia給懲罰到 我覺得這個是前面可以去著重看的一個點 因為以兩邊的陣容其實前面都打不太起來啊 我個人認為都打不太起來喔 兩邊專是技能以及符文都比較常規 那莉莉亞這一把使用的是這個妖精宮殿的一個造型 我平時玩莉莉亞也都是用這個造型 蠻順的 而且他那個Q的時候會有一個叮的聲音 我覺得很好聽 是 對 然後我就蠻常用這個造型的 這把Huxia也使用了這個造型 兩邊的專士技能 Inmetals是帶上了TP 這就比較特別了 你說Inmetals帶TP嗎 沒錯 因為他感覺是比較想要打架 是不是 而且在十分鐘之後我覺得 我們之前看到一些隊伍 其實尤其是LWCK的 就是不管是AD或輔助帶TP的情況下 其實對方會錯判這個十分鐘之後 你有沒有TP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會是 待會CFO 如果在十分鐘之後想要進攻上半步 搞不好會不讓我這個TP直接去上路Cover 也有這個畫面說不定喔 而且 也是有機會可以來保護Bewater的喔 歡迎他出事的時候 那Huxia比較特別 這一把Lilya是選擇直接從紅開 嗯 因為Lilya通常都是從三郎或是六鳥去做開啟 對 但因為主要是自己的 就是隊伍可以幫忙 因為CFO這邊知道就是整個隊伍是打不太起來的嘛 那就是看能不能下路的 就是不需要搶線 然後幫這個打野去做一個提出 讓他比較快的能夠在上半步出現喔 是 但反而比較特別的是在 Bewater使用了捷力的情況底下 兩邊輔助都沒有選擇來上路插眼 對 因為阿鋒這邊也算是 他是藍刷完直接六鳥的喔 他想要三攤 這邊看一下阿鋒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套路喔 因為這樣刷野其實 喔唷 但下路 這單子也被搶到兩等 但進化交得很快 盾也開始舉 那是藍配方的血量 被打掉比較多 是 這邊雖然Kino搶到兩等 但IMP這邊反應也很快喔 直接搶兩等之後 舉這個盾 你看他一著瑞爾的傷害 就是打不到對方身上 沒錯 那水也幾乎都喝完了 只剩下Imetos的兩瓶水 這邊風1028 看起來是想要三攤來保護一下自己的Bewater 風是提速的 但是以現在的局勢看起來其實是會 喔這邊HUSHA也想要 因為知道對線的情況下 對方是已經有把眼睛給插在草叢上面了 但是這裡Bewater是有看到Bewater的帥哥之極命中 但是 OK 很穩很穩 還行 很穩的這邊 沒有急著交閃 對 不交閃 因為知道自己再走一下就可以用異技能過牆了 魏惟 魏惟鋒1028這樣子的變速是要來COVER上路 潔力退這部線的 其實是有的 因為這邊的溝通一定是 潔力說自己的眼睛已經交完了吧 然後阿鋒應該是有知道他的這個陷入狀況 所以選擇就是稍微提一下自己的速度喔 但對於Bewater來說 這一波人頭沒有交出去 而且兵線是有成功推進他 所以也不是很虧 對 那原本擔心說阿鋒這樣的提速 會讓自己的野區落後 但是剛剛HUSHA的GANK其實也讓這個 自己也暴露在對方的視野下了嘛 所以在回去刷的情況下去 兩邊打野節奏不會差太多 但這裡KINO老油條 要來抓KASER 但KASER也是很穩健 現在是開啟自己的Q 但是並沒有任何的效果 那這一波是大波線進塔 Bewater現在很危險 Emetos有打出到TP來救援嗎 只有一個閃現 但踢下來可能也來不及了 這邊Bewater有閃現 但先上到四等 這裡HUSHA的位置不是很好 對 不太好躍喔 因為對方是滿血 而且甚至我覺得Bewater打得很聰明 他一直貼著 喔唷 異技能往前 而且還想要繼續操作 但是這裡的話HUSHA其實先頂在前面的位置W 而且再加上一個普攻Bewater 衣袖二拿下來第一顆人頭 不是Bewater打得也太... 這最近真的狀態太頂了吧 因為先講一下他被2月1 他其實一點都不慌 他貼著牆就是準備讓自己的E技能 隨時可以做一個小調整 所以他是很冷靜的 那反而是CF這邊 因為很急著想要用紅怒去咬 但是被酸Bewater給拉扯到囉 再看一下 而且這一波HUSHA的帥哥之技 是沒有命中的 對 他很聰明就一直貼著牆 所以其實這邊扛到塔 你真的沒辦法打 繼續打 然後Bewater這邊判斷到說 對方的血量很殘 而且沒技能了 果斷一往前 那閃現這裡HUSHA也是沒有打邊的 然後又一個W 這個W也漂亮 哇 這一波Bewater 確實把對面給操作掉了 對 而且這邊反而把Bewater的閃現給打掉了 欸 但這裡的話 哈蘇其實往上是有機會的 重新趕殺回來 欸 光這樣看一下 感覺是Bewater對於這個線路 他不想被這方控線喔 所以直接想要往前硬把線給擠掉 但是這邊算是 哈蘇也打得很聰明 知道這個線不能讓你這麼輕易的給推進來 是 但倒也還行 Bewater本身是有傳送的 嗯 但這個人頭就送了回去 感覺剛剛可以再慢一點 因為阿楓其實已經有溝通到了喔 欸 阿楓Q閃Fail了 阿楓Q閃Fail 哈蘇7E是有閃現的 有打算要交出去嗎 這邊是沒暈到 哈蘇7E還是交出了自己的閃現 回到了Wucia的身邊 哇 這邊感覺是可以先交大絕的 然後對方其實是在面對到要追跟不追 然後再看閃現要不要回答 這邊反而交了自己閃現了 那這一波藍配方也是過來 想要來支援這一波的重團 看一下AMP要怎麼去做反應 現在的優勢 上半區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的優 但是有貼牆的話其實也不好殺喔 看一下 但Bewater這邊是來到了6的 反而Kino也來了 現在是Wucia跟Kino兩個人一起過來 現在Bewater岌岌岌可危 封印2008在下面吃龍 其實Kino一直在跑線 那這也是代表說 其實EazerRail的 自己能夠去推線 其實會讓Kino有比較多的這種跑線空間 所以現在是AMP需要去擔心這個點 就是Kino一直跑線的話 其實自己的中上半部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沒錯 但我們可以看到 酷奇跟露仙恩兩隻角色都直接出了台出品 然後AMP這邊也打得很好 直到對方的人員都在上半部的情況下 也把也有交換到資源喔 這支隊伍 確實這一整個賽季下來是有非常巨量進步的感覺 主要是Bewater怎麼也有這一手啊 這個封印2008去T1回來交的 有可能啊 對 因為左邊最主要就是沒有鎖頭的情況下 基本上捷力在接下來 如果前面沒有被限制到太多 他其實後期會戰的發揮是非常好去做拉扯的喔 是 也就是以對面這個組合來說 沒有那種定點的強控技能 對 那現在Kaiser跟阿傑 也就是慢慢的在農兵 等到後期 畢竟這個三射手陣容後期的能力還是很強大的 即便這兩隻都不算是 非常強力的後期角色 而且準備來到10分鐘了 待會METAL的TP就會起到關鍵了 而且就像你畫面所看到的 就是METAL會在TP可能也是因為 知道自己的跑線能力比較弱 所以在接下來基本上 只要先確定好下部的線權之後 再決定自己的TP要不要去幫助隊友 我覺得這也會是他在 理解帶TP這件事情上面的一個變化吧 有可能是這樣子沒有錯喔 因為輔助帶TP 確實在一般的場次少見一點 還是有 但是確實很少見 但這個也會讓後期其實相對來說 你會少一個召喚式技能 就是你TP確實可以得到資源 但是你後面 不管是少了一個虛弱跟點燃 其實這樣的影響都還蠻大的 沒錯 那封1-028是蹲在呼嚇的眼上 而且這裡Kaser也是有被看到的 金龍又跑線了 那以METAL也在有意識的往上靠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在 算是河道的眼 其實IMP這邊都是插得比較深 而且上一輪就已經插過了喔 這邊是有看到的 Q技能 命中到了封1-028 但是沒有打出太多的血線差距 IMP雖然這邊被反了一胎紅 但是防守的意識算可以喔 因為METAL這邊也知道自己其實 只需要讓AD去 一個人去對位就行了 以前都覺得IMP的比賽 算是比較毫無章法一點點 但這一把看起來他們紀律性也是有在提升的 對 而且只要自己的下半部 不要被摸到塔皮的話 基本上這樣的防守就算成功 是 甩到 但這波大招直接甩中 BWATER也開啟了大招 成為了一個電池 用愛發電開始在做操作 哈薯奇怒氣也在慢慢疊 可是目前看起來傷害 還是足夠的BWATER拿下哈薯奇的人頭 IMP 傑莉的這個發力時間點來得 比我們想像中還更早 而且瘋對他的照顧 基本上CFO也知道 就是阿瘋有可能在上 但是這邊感覺是 哈薯沒有料想到對方 是可以這樣直接甩出來 而且甚至直接一出來就甩到他了 沒錯 瘋去了T1以後 他現在覺得上路是咒死 來綁好了 有差耶阿瘋 這個其實有一點盲視野 甩出來的一個甩區 是 強勢性的一個大拳 但其實第一拍 如果這個哈薯奇的Q快轉好了 是有機會被回頭操作的 但是我覺得那邊其實就是豬女的優勢吧 就是豬女配這種比較好觸發 自己被動的這種射手 其實就是你甩到大絕之後 其實對方也很難跑跑的 沒錯 那在前面 潔力已經來到了兩顆人頭 對 潔力拿到兩顆人頭 現在對師傅來講是滿劣勢的 因為前面必須要讓這個 算是著重在鱷魚的發育喔 然後讓它能夠來影響這個 接下來前期的比賽戰局 但以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反而現在藍水的發育是特別好的 那鱷魚待會的作戰能力 就會因為剛剛的幾次死亡 而影響到它待會的會再發揮 沒錯 而且這一把比賽 Inmetals的經驗值也是略有領先Kino的 但芷奇這邊其實中路線對的還算不錯 就有把這個血量給打低 前面是有用大招把對面 跟這個Kaiser的血量給壓殘 因為CFO現在的上半部支援 第二輪的蟲子重生了嘛 所以這個時間點剛好把對方的AD 中路給打殘 這邊蟲子會比較好控喔 是 那IMP也是沒有打算要來跟你去做爭奪 喔 Bewater跟哈薯奇又打了起來 大招又直接開啟 但直到對面人要來 只能先壓你一點血量 我覺得這邊IMP比較可惜的就是 Kaiser這邊的血量真的是掉了有點太低了 因為這波團對IMP來講 一定是可以嘗試接看看的喔 甚至剛剛第一時間你看到就是 路線也是搖到中路來 準備來接這個團了 沒錯 但這樣子一來一往 導致了其實IMP是多屌了一層下路的塔皮 現在塔皮上面來講的話 CFOA是2比0的領先 哈薯奇還在蹲 但是E已經交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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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water開了一個閃現 但是也被閃現Q 哈薯奇直接把人頭給轉了下來 你Mentals還有一個Q嗎 但是反而是自己交了一個TP 沒能夠救下自己的Bewater Bewater這邊還是太年輕了 就是雖然我們知道自己的輔助 是可以用TP救的 而且亮的時間點其實也很快 但是傑莉把E技能交完的情況下 基本上鱷魚的出手 就兩段位移如果黏到 其實傑莉也不好跑 是 而且這裡步履破壞者是已經出了出來 對 而且哈薯這邊很聰明 就是在等你用E技能去推現 因為傑莉自己的Q技能其實推現沒那麼快 他一定要E技能用自己的這個充能完之後 解線會比較快 所以他在等對方的這個時間點 沒錯 但剛剛Ematals的一個TP 也導致阿傑自己一個人在下路 對 這個龍得給 而且塔皮也得被壓 嗯 那IMP這個原本下半部的龍會蠻好動的 反而是在上半部為了要去救自己家的上路 那這個支援頂也讓CFO給拿到了 是 Kaiser提皮過來 My Ideas換了一波血量 兩邊都被打到彼此殘 那IMP可能就要去看一下第三條龍有沒有打算去做爭奪 對 現在基本上還是 對IMP的視角來講還是保著自己的上半部去發育就行了 因為自己的看見手段只有豬女 所以豬女現在要去進攻中路的話 其實庫奇 剛剛看幾波都是被壓在塔下的 那也還沒來到他的發力點 那路線這邊的話 也要看一下CFO這邊給不給機會 因為Hino一直都是在跑線的那個 所以自己要進攻下半部其實難度也比較高 因為一則路有推線能力很高 所以對IMP的視角現在就是 盡可能的圍繞上半部做進攻跟防守 但是Bewater這裡已經輸了整整一等 而且哈蘇剛剛回去是把自己的Bewater給買出來的話 接下來Bewater這段時間沒有閃現 其實很可能被黏到之後 其實CFO的進攻又可以來上半部去多做點文章 沒錯 這句話CFOA人是都有被找到了 兩邊的視野都做得相當不錯 畢竟兩邊的輔助都算是很有資歷的輔助 Kino就不用我們多說 那IMETALS這名選手大家可能比較不了解 就是在先前亞洲杯的賽事當中 他是有拿過總季軍的 然後包含說像今年其實也有多隻LDL的隊友 向他發出邀請 對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IMP這邊輔助是帶TP的 那TP剛剛用到沒有防守到 那現在就是等於在輔助隊位上面是少一個召善師技能 所以真的兩邊打起來 我覺得CFO現在還是戰力比較高的一點 沒錯 但上路想要來抓哈蘇西 假裝甩邊 哇 阿鳳 可以耶 其實他雖然沒有甩出去 但我覺得他 能夠做到這樣的一個舉動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因為之前看到阿鳳都是比較瘋的那個 他一出去就直接甩 或者是 他是打得比較激進的 他現在是 去玩T1真的有變耶 真的有學習到東西的 不是去玩的 你別尬黑 我看他HG就真的是去玩了 哈哈 這個叫什麼 欲教於樂嗎 對啦 因為你 畢竟學習 如果是比較實反的 你學不到東西嘛 就是玩得這麼開心 才能夠把 這個戰術也好 或者是打野的一些 思維給學習到 沒錯 打野都是因為 覺得這個遊戲好玩 熱愛這個遊戲 才來到了這個賽場上 十個人 在這個PCL的舞台上面 共同的較勁喔 對 那真的要講的話 其實兩邊 IMP這邊會有三個 後期能夠發力的角色 跟兩個前排 那左邊相對來說 也有三個後期發力的 就是 但一個是 手比較短的嘛 就是莉莉亞 莉莉亞必須要有一些 比較好的團戰畫面 所以 以兩邊正能來講 後期IMP會再加一點點 但整體還是要看 兩邊團戰的發揮喔 是 但目前的話 經濟量都還沒有拉開 因為布朗木頂在前面 跟竹女頂在前面 其實CFO的短暫爆發 會被這兩個人給吃掉 然後再來就是 右邊的三射手 都有位移喔 所以你CFO 真的能夠看到 開到一些比較夢幻團戰 就吸到比較多人 或者是 莉莉亞睡到比較多人 我覺得畫面應該比較難發生 但是哈薯七又流到了 比瓦特 開了一個E技能 步履破壞者大招 直接開啟 兩邊大招做一個互換 但是比瓦特這一波 是沒有閃現的 是有機會把哈薯七 單殺成功 從哈薯七拿下比瓦特的人頭 而且這邊還是找到對方 閃現還沒鑽好的時間點黏到了 再加步履破壞者出來之後 基本上 比瓦特這邊 給出了一個機會 而且這樣上塔可能要掉了 因為畢竟對面是有六重的 但是下塔也有點危險 努神特攻躲掉了這顆保齡球 甩大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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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吸成風暴 吸到了兩個 而且這裡摩托夢瑤也睡到了兩個 後面有一個TP過來 是一個沒有大招的哈薯七 但這邊哈薯七是有怒氣的 直接運到了Kaiser的身上 現在IMP三個人 只能往後去做射擊 拽克之機 打到了兩個人 QG還在往前倒 那這個TP過來的是一個比瓦特 比瓦特沒有大招 沒有閃現 但是過來殺掉了鱷魚 這邊 Hermus一個預判的QG的秘術射擊 拿下了一個Double Kill 但是過來的阿傑又想要繼續往前打 成功的把小砲給抽掉 但阿傑最後是被一個暴力球給扎死 呼喊 拿下一個Ace 哇 我覺得CFO第一時間其實你可以看到 左邊的野斧是想開戰的 然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第一時間小砲是跳走的 但先看一下上路這波進攻喔 哇 撫履破壞者出來以後 竭力就沒有那麼好打了 對 而且這邊紅路定到之後 是等到比瓦特的骨甲已經沒有的情況下 才出就進攻 然後這邊我覺得CFO第一時間其實配合的 已經沒有這麼好了 因為在我剛剛注意到 其實野斧想開戰的時候 只其實跳走的 看一下 對 左邊想打 阿峰想要大絕招手 然後他扛到塔想跳走 那這個時間點你看第一時間看起來是 沒有要就是打不太贏的 但是鱷魚這個CTP來 其實差蠻多的喔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 IMP的人員其實溝通都是比較奇怪的 如果正常你這個塔是想要防守看看的話 要嘛就是路歇恩 或者是自己的隊友其實能夠來得比較快 因為CFO第一時間其實已經先把中線給處理完了 所以這邊其實IMP後續的防守是 溝通應該是沒有做好的 那這個鋒芒貫穿 是有成功把EDIUS給收掉 但也沒有辦法能夠挽回這一波團戰的一個頹式 已經開始打破僵局了 原本 而且剛剛KASER誘導了 對 原本IMP的經濟其實是咬得還蠻不錯的 現在剛剛上路的單殺 然後鱷魚透過這個單殺TP下來之後 這個局勢已經開始被拉開了 對 而且看起來剛剛HASU其實又單殺了KASER 現在這個鱷魚有點頂不住了 對 現在對IMP來講就是不能 一定要把這個傷口給止住 藍配方又想要騎上來 但自己是沒有閃現的 這一波三個人來擠下塔 現在對IMP來說很著急 對面的下塔已經要被點掉 在這邊戳戳到了兩個人 IMPATOS有機會把人給留住 冰河烈系敲上來 但是被HUSHA轉了一圈 反而是睡到了兩個人這裡 潔力也被睡掉 比瓦特是最後被燙死了 而且中路Ether Raider也是單殺掉了露希恩 這一波IMPATOS精準彈幕刷過來 但是並沒有成功 最後封1028是被爆彈 加上力量的傷害給擊殺掉 哇 好像沒了捏 而且開車這邊沒閃現應該是沒辦法追了 對 好像變回熟悉的IMP了 其實IMP已經咬住了17分鐘 你知道這個就是強強對決 你17分鐘已經咬得很好 但突然兩手就是沒有防守好之後 現在是一面倒 而且正在線路上面出現各種失誤喔 嗯 哇 那這個鱷魚 在二選就選出來的一個情況底下 IMP依然沒有找到解討的方式 對 就以BWAT之前的角色詞 其實可能也還開在這方面 那如果要選擇這種射手位的話 其實就要特別小心對方的 雖然前面已經是扛得不錯了啦 可是在鱷魚有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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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沒閃現的情況下 反而還是太大意了一些喔 是 還是 我有一個想法 這其實是戰術 嗯 你說 IMP覺得他們雙射手玩得比較差 那我就多拿一點射手 你後面就不能玩了 其實能夠理解啦 因為像我們談論到的 IMP就是兩敗之後才是他們遊戲的開始 對 因為不太確定他們團練的內容 有沒有練過竭力上路啊 以選角來講一定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在前面的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也都有達到支援的互換 就是上路的進攻也成功 所以這個BP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是執行方面 在對決上面的狀況是比較多的喔 沒錯 結果 就來看一下 這裡的話 畢竟CFOA也是有雙射手 再加上莉莉亞 對 吃巴龍的速度很快 IMP現在需要的就是一波賞金 對方的賞金如果能拿到 遊戲還可以繼續 但以CFO現在的視角來講的話 他們就等到下一條的笑容 再去做B站就行了 反而自己也不用急著要去動巴龍 還是IMP在等的就是像FAK那樣的畫面 沒有 沒有 這個球果沒有看到 但對面看到 但是一個把FUSHA跟Eddyus一起過來 風一二八 大招直接甩到Eddyus的身上 但是傑弟是開啟了一個FUSHA FUSHA 睡到三個人FUSHA 這一波 先把對面的三個人都給睡住 IMPETALS開啟了冰河烈系 但是依然沒有辦法逃脫最後的FUSHA 也是被HASU7給留住 Eddyus triple給我拿下 FUSHA果然 我覺得姜還是老的 因為他很知道對方現在唯一的突破狗 因為都沒有人出現在線上 所以可能在蹲 所以他早早在做Cover 而且那個閃現Q 哇Q到三個人 基本上IMP的進攻又被化解掉了 沒錯 而且原本想說CFO這邊會不急 但是因為對方給出了機會 殺了三個人之後 直接來動這個巴龍 遊戲應該要 下一波團應該就是結束的一波了 好強喔CFOA PCL的大魔王 其實這邊是沒有照到對方的人 而且子齊這邊的反應也很快 知道有可能被蹲甩出來 其實W就已經捏著了 欸 但這邊開了一波 阿傑把HUSHA的人頭給收掉 但是同時HUSHA也拿下了Double Kill Kacer 也已經倒下 這邊TP過來 TP過來是一個Eddyus 只剩下Bewater Bewater這一波是沒有大招的 但是被不斷的狂點 火箭跳躍往前 但IMANTOS過來 意氣幫擋最後一個盾 但是自己才倒下了 對 但是又死了三個人了 其實沒那麼好守 而且捷力大絕還沒有轉好 Bewater這邊大招快要轉好 還在等大招的時間 但是被掛到了爆彈 對 大家好了 大家好了 在前面彈 打招轉好了 想要往前做技能 但只能打人 這裡塔已經要倒下 主堡準備要沒了 最後CFOA 22分06秒的一個時間點 18比5 拿下IMP 哇 基本攻 我覺得 這把真的展示出 基本攻的差距還是 滿巨大就是 就你可以看到其實 CFOA的上路 尤其是鱷魚這個點位 其實前面已經算失誤兩次了 但是透由自己的判斷 跟知道對方有優勢之後 會貪心 竭力交出那個E技能 情況下 找到了自己單殺機會之後 用自己線上的優勢TP 去幫助隊友打團 所以我覺得 哇 真的 我覺得這把哈蘇 表現得是很好的 就是能夠在劣勢的地方